陳展鵬和善文友這日夫妻檔出席活動 除了臭女之外 善文友最近好像精進廚藝 肯定要入廚房出廳堂 我現在除了要照顧好小子 也要照顧好大子 所以就想著再研究一下廚藝 因為我覺得他好像對我的廚藝不是太滿意 我不是 想著可以再煮多些好的湯和飯送給他 讓他可以有多些能量去上班 不是不滿意的 有時候也要有創意 只不過有時候說煮那個湯 因為味道不是那個湯 怎麼這麼有趣 可能就加了其他東西 譬如沒有加蜜棗已經沒有那麼甜 但味道很奇怪 但也很健康 其實工具也很重要 嘗試一下問一下朋友的意見 朋友介紹了某些煲、鍋、煎餅 希望可以好一點 但那些東西也挺大件 搞到廚房要再撿個位 所以那天我回到去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擺到出來的廳那裡 那怎麼辦 就是這樣 至於砸餅 除了負責賺錢 回到家就要負責娛樂一下家人 他會唱歌給女兒聽 你也有 我的歌不太適合給大家聽 不過他好像煲湯一樣 就是明明是那首歌 但出了出來已經不見 不是那首歌 不過說笑話 不過慢慢唱一下就好記了 有 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